发展如此之快地娱乐圈,紧张还是蛮激烈的,前有韩润、黄一兄弟、慈恩传媒这样的大公司,后有家新传媒、一心娱乐、喜天影是这样的实力派。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,一心娱乐签约的艺人们,这家知名度不错的经纪公司成立于2014年,不仅拥有陈树、麦依丽、小宋家、张玉琪、朱亚文、赵又廷这样的实力派男女演员,而且在成立的这段时间里,还接连线了很多位很有潜力的小花和年轻男演员。 先来说一下一心娱乐签约的潜力小花们,如果要给这几位小花排一下名的话,第四名就当数包括补冠金了。 补冠金以994年出生于湖北省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本课班,自从出道以后,带给观众和吃瓜群种们的两部最有印象的作品,分别是青春校园剧乎尔金夏和励志剧追求,这位潜力小花长相很有灵气, 不过如今的知名度较低,话题和热度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度,排在第三名的就当属乔鑫了。 乔鑫之前是正午阳光的艺员,参与的剧集都是《狼牙吧》《欢乐颂》这样比较有品质的作品,不过在正午阳光不做艺人经济以后,乔鑫的经济约间,在了一心娱乐。 乔鑫199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毕市,也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的一名毕业生,在《欢乐颂》获得名气过后,先后作为女主角主演了趁我们还年轻和平凡的荣耀。 合作的男,主角分别是张鱼龙,赵又廷和白净庭,排在第二名的就是欧阳娜娜了。 欧阳娜娜之前在内地并没有经济公司,如今只有18岁,欧阳娜娜,算是《九母后流量小花》中的领头羊了。 分别和关小童,张雪怡,宋祖儿,组成了《九母后四大流量小花》。 虽然之前在演技方面,被收网友们的争议,但是大提琴技术和可爱的性格,还是获得了不少粉丝的支持。 就在前段时间,欧阳娜娜她把TFBOYS成员王源的大主宰,已经杀青了。 对于欧阳娜娜来说,这部作品有可能是属于她的转折点,至于排在第一名版首的就是春夏了。 春夏出生于1992年,是最年轻的金仙奖影后,春夏的电影《踏尚寻媒》的精彩表演,完全可以证明她的演技,在这么年轻就获得了如此高的荣誉。 90号小花里,除了周冬雨以外,就只有春夏了。 至于在一心娱乐,所先丢的年轻男演员方面,相比权力小花们来说,竞争并不是很激烈,之前一心娱乐是陆寒的合作公司。 后来在结束了合作关系以后,一心娱乐还同时拥有李线、白宇、吴浩晨、张又浩等年轻一代的男演员。 最近一段时间,白宇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在线的颜值,通过在正环中的精彩演绎,获得了大火的局面。 出生于1990年的白宇,成为了当红小生,不顾一心娱乐的男艺人人气榜首却并不是白宇,而是最近决定合作的张一新。 张一新,出生于1991年,2012年的时候,张一新凭借EXO成员的身份正式出道,在出道后的这六年里,俨然已经成为了顶级流量。 不过话说回来,在一新娱乐旗下的艺人里,你最看好的是哪一位?